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时间内没时间了 他报名参加了竞赛 放学后还得培训 是吧 学 低 竞赛呀 好啊 学霸呀 以后我们家萧兔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还得跟人多请教 我跟萧兔是同桌 应该的 这在学校就不要麻烦同学了 家里 这不是有个县城的吗 就是呀 林超 听见没 你超超学习多好呀 是吧 那辅导一个小兔 那忙好了说 那是绰绰有余啊 只白说一点 那就浪费人才 妈 你们聊天又聊天干完费 你带上我 你坐下 你坐下 那让你干呢 来林超 你去 你看 他知道在哪儿 这男子恨啊 就得多干点活 是啊 文慧啊 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你看你家超超 那么懂事 学习成绩还那么好 你看还会做家务呢 现在像超超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可真是不多见了呀 阿姨 您做这么多菜太辛苦了 一会儿就让我来洗碗收拾 您老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怎么能让你一个客人洗碗呢 叔叔阿姨 你们就不用客气了 那我帮你洗 我帮你洗 我帮你洗 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我也是很会做家务的 我 那边是厕所 好啊 小尹呢 累坏了吧 快快快 坐下看电视 看什么看 你都不看几点钟啊 让人家孩子赶紧回家吧 现在很晚吗 不然人家父母该担心了 还要写作业呢 就是 您收拾收拾啊 那也好也好 反正以后有时间呢 就经常来 那个 小兔 送送同学啊 那个林超啊 你也去 快 快 快 你和兔兔一起啊 好 这个 那 叔叔阿姨多谢款待 下次再见 别客气 慢走啊 拜拜 拜拜 快走 各位再见啊 好 慢走 慢走